当地时间6号上午 位于古巴首都哈马那老城区 国会大厦附近的萨拉托加酒店 发生剧烈爆炸 事故已经造成26人死亡 80人受伤 死者包括一名西班牙游客 爆炸发生后 大量消防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 酒店附近一所小学的失声被疏散 消防人员对酒店一侧街道上 一辆液化气罐车残骸进行冷却处理 根据初步调查 事故是由这辆液化气罐车爆炸造成的 古巴公共卫生部表示 随着救援工作的继续推进 死伤者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萨拉托加酒店是一家五星级酒店 拥有96间客房 此前已歇业两年 事发时 该酒店正在为10号恢复营业做准备 店内人员绝大部分为酒店员工 炸装饭